如果身材也可以畫得跟徐瑞芝一樣就好了 這個我沒辦法 彤彤美一下 我是夏宇彤 哈囉我是芬妮姐 我們這一集要做非常厲害的仿妝喔 一定要好好的鎖定 因為我們這次要做的就是韓劇的 雖然是精神病 但沒關係 我還不足夠 可是我還不足夠 是 Psycho Chimman Kachana 怎麼有點害我的感覺 Psycho Chimman 因為這座韓劇很紅嘛 然後每個人啊 大家女生啊 都會在focus在 金秀賢 不是不是 就是她的那個身材 我們要仿妝的就是 精神病的女主角徐瑞芝 在第二集裡頭 她有跟金秀賢拍了一張那個蝴蝶的擁抱 就是這一個 對 應該妳要整那邊我這邊 這樣 她的皮膚蠻白的 所以我也會讓妳稍微白一點點 所以我的底妝可能要稍微重一點點 他們很多時候看起來好像沒什麼妝 可是事實上她們的妝其實 應該算也蠻重的 先用膏狀的粉底膏啦 這算是粉底膏 粉底膏 對 因為我們要營造她那種 無瑕的肌膀 脖子那邊稍微再一樣給她塗一下 好對 不然會有色差 就很尷尬 對 眼皮這個地方也很重要 我特別需要 因為我的眼霧很深 對 而且我有過敏 對 所以一定要把她那個顏色給遮掉 好 然後剛剛我們分離剪呢 是先用粉底膏 然後幫我把顏色都先上了 然後先提亮 那我們整個打亮的地方 是不是要特別注意 是T字的部位要打亮 T字的部分一定是要打亮 然後 因為我們剛剛已經把那個粉底膏 上的差不多 待會我就是直接做定妝 有蜜粉定妝 對 就蜜粉定妝就可以 好可愛喔 它的主要色系 大概都是以那個 橘色調 大地色系 大地色 對 都大概是這樣的顏色 然後所以我們待會就選了幾個顏色 那我們現在就開始 好 我們先幫她眼窩打亮 打亮 對 因為她的眼距是比較寬的嘛 所以童童的眼睛 我們不會讓她畫得那麼滿 本來那個什麼 金修賢 不是金修賢 好 她這個眼窩 她的顏色會畫到這麼的上面 但是我們現在不會把它畫到那麼上面 我們 讓她眼距可以再明顯一點 打完之後 我們再用 第二個顏色 這是南瓜色 有點南瓜色 把那個比較深咖啡色畫在雙眼皮的那個地方 如果身材也可以畫得跟許瑞芝一樣就好了 這個我沒辦法 那我們來畫眼線 接下來就畫眼線 眼線盡量就畫細一點 接下來就是我們要黏夾睫毛 我夾睫毛剛剛已經放在這上面剪開了 你主角他的眼睛稍微有一點長一點 所以我會把中間比較長的部分放在最尾巴 中間這一個先拿 然後左邊右邊左邊右邊左邊右邊 所以睫毛總共切了幾段 我切了大概七八段 蛋就是不可以跟我切 他的主要的妝 臥產也很重要 他臥產也很明顯 用那個比較細緻 不是那種粗亮粉 但我們要讓他看起來更明顯的時候 我會用一個咖啡色系 放在眼球下方這裡 睜開看前面他這個凹下去這個地方 把它補加強 我們眉毛的重點就是要上 因為彤彤的眼距真的是比較窄 然後我會再用遮瑕的部分幫他眼距拉寬 所以我第一個動作就是先遮瑕 我們先用比較深的顏色 幫他蓋一點點的眉毛 蓋完之後我們再用比較白一點的膚色 再去把它miss掉 沒想到遮瑕膏可以遮眉毛耶 可以耶 就是簡單的啦 但如果說完全遮的話 是要另外用那個蓋眉的 那我們女主角他的顏色 其實在劇裡面呢 他的顏色是屬於比較深一點的 對 所以我會選擇比較深灰色的 比較灰色的眉筆幫他做化 那因為我們眉毛是往上化 所以待會我會再幫他做一點毛流的動作 這邊完全就是地層下限三毛 我們再把它補一點毛流上來 最後一個動作就是要順一下他的眉毛 他的眉毛就是很有型 所以我用那個黑色的睫毛膏 好 那我們用咖啡色的來修好了 好 真的是大範圍的修 但重點還是放在這個地方 這邊有一個山 這樣山 對 一個阿拉伯素質的山 對 脖子這邊也可以帶一下 然後他的腮紅其實是很自然的 我們讓他有點帶南瓜去 但我只要上一點點就好了 是側邊要上多一點 對 我們就是打在側邊這個地方有點修容這樣的效果 也是 因為其實裡面女主角的角色 他本來就不是那種很可愛的 所以他的腮紅就不會是在這種眼睛正下方 對所以我們把它走在邊邊 好 他的唇是比較裸色系的 要挑很裸 所以我必須用調的 才會調到那個 比較接近他的這個顏色 好 沒有他有一點因為我覺得他很白 就是我要用的那個裸色加上我的唇色 是不是就要特別調一下 對 所以我先幫你做一下遮瑕 我發現這個妝最重要的點就是遮瑕 遮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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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遮 我們的顏色 我們上妝上這個顏色就是從嘴巴裡面把它慢慢運出來 可以了 我們今天的仿妝就這樣結束了 現在歡迎Erica老師 現在就是要處理我們精神病裡頭女主角她的髮型 她的那個完美的髮器長髮 好喜歡喔 什麼怎麼了嗎 外面發生什麼事情 首先呢 是我們先來分區 頭髮是有捲嗎 其實整個都有一點要捲不捲的 然後他有一點比較散 他不是說像一般電棒上出來那種 就是捲度很明顯的 這是融在一起的 好然後我們在做頭髮捲度的時候呢 下擺都先上一個內腕 待會就比較不會出錯 就不會有一些頭髮有捲 有一些頭髮沒有捲 那我想要問問題 像我這層次有到這麼短 那我這邊也要弄內腕嗎 大概大概就可以了 也不用說你堅持要每一根都弄 那我們就是這樣一搓 把它繞到電棒上面 旋轉 那我現在用的電棒是28的 然後上完之後啊 就把它捲好 然後放著 就不要再去管它了 這樣就可以 接下來就要做一個 讓頭髮變得比較鬆的關鍵動作 就是我們準備一支比較密尺的梳子 我們要在頭髮量掉了之後再梳 尤其是頭髮很細軟的人 它的短度才會保持著 那梳完之後啊 你們就會發現 它的彎度其實就會變得比較鬆 就會跟照片裡面的比較相似 那梳頭髮呢 我們主要會把頭髮分成 耳前的頭髮 要把它扎起來上面的頭髮 還有下面要余留下來的頭髮 耳前我們分出來之後啊 就是對著我們的耳間 然後上面 這個地方就是頂部區 然後耳朵的前面這一區 另外分 接下來我就要先開始扎上面的頭髮 那如果是頭型比較不完美的人啊 我們記得要把這個頭型 可以再做一個墊底 那之前墊底的方式 在收綁邊的內容已經有教過了 就是可以在裡面偷偷的上一眼卷 外面這層不要上就好了 待會這邊我們會再做一個扭轉 夾到後面來 所以這個結啊 我們會希望它盡可能的服貼 所以這邊提供給大家一個 可以把這個綁得比較扁的方式 就是我們可以準備一條 橡皮筋跟一個夾子 然後把它穿進去 然後把毛夾扣在下面 這樣子綁的話 它綁出來的結會是比較平面的 跟你單純用橡皮筋綁出來是不一樣的 扣上去之後你就會發現 這個結變得比較服貼一點點 跟原本一整束綁起來是圓形的 這個是比較偏扁形的 好了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開始調整頂部區的膨度 那它的頭型是做得比較尖一點 可以從正面看到它那個公主頭的膨度的 然後這時候呢 我們就對著鏡子找出最膨的點 然後一樣用手撕機的技巧 把它拉到最膨的地方先做出來 正面看得到的位置就是最膨的 我是不是要這樣給你 好當小山峰做得差不多的時候呢 我們就用這個尖尾梳的尾巴 再去把我們沒有拉到的那些拉出來 可是因為你剛剛已經先用手撕機的技巧 把那個輪廓做出來了嘛 所以你就可以很快的完成那個尖尖的公主頭 然後呢 如果你是希望像照片裡面的 看起來這麼的有光澤感的話 你可以直接噴在頭髮上面 然後再用梳子去梳它 那沒有這種蜜齒梳子的人其實也沒關係 你也可以用手 把它黏上去就可以了 那兩側的頭髮我們比較需要注意的是 首先我們要先找到一條適合自己的中分線 好然後呢 這個還有一個重點就是 你會發現在照片裡面啊 它這個中分完之後 這裡不會長這樣 這樣子的話這個腳腳就露線了 你會發現它們是一個完美的蛋型的臉 所以這邊呢你的髮器一定是沿著你這樣臉蛋繞下來的 盡量不要讓頭髮是從一開始就往後走 那這邊的做法就是這樣 先把瀏海梳到大概的位置之後 可以深噴一點定型 好了之後呢 這個頭髮就把它想像成是一整片 然後手這樣捏著 指指這樣捏著 旋轉 跳躍 我閉著我 然後再旋轉一下 然後就可以把它夾到後面去了 然後呢毛夾的技巧之前也教給大家了 我們就是把毛夾夾到你這個梗 然後跟你可以固定的位置 好那我們把兩邊的頭髮弄完就是這樣子啦 好但是因為我們就是稍微看了一下 就是仿妝的它的那個頭髮的造型 它其實兩邊放下來的頭髮非常的豐厚 所以我覺得要加髮片 加 但是如果要加髮片的話 我們要先做完造型再加嗎 其實可以在綁工綁完中間這個地方之後 就先加 我們把這個髮片的梗啊 排在這一排頭髮裡面 那我們就可以順勢的把這排假髮藏住了 哇我覺得整個把髮片夾上之後啊 那個氣勢就來了 澎湃的感覺 對就是要這樣子 所以我們髮型妝也都ok了 謝謝Erica老師 好的 然後我們現在就要來 換衣服 我是高文一一模一樣 大家覺得還ok嗎 一搭 好啦 那現在呢就是我把整個服裝造型 我們有稍微找這個類似款 然後因為我本身就是那個手臂出狀的女孩 穿上這一件 然後加上我芬妮姐幫我稍微修一下之後 我的手臂看起來 你知道超細的耶 好啦 然後我覺得這一次做仿妝啊 就是還蠻開心的 因為我非常喜歡這一齣韓劇 就是精神病沒關係 然後我裡頭非常多的造型 我都很想要嘗試 對希望大家可以喜歡我們這一集的仿妝喔 然後請大家在我們的那個頻道下頭啊 就是你可以稍微留言一下說 你想要看什麼樣的仿妝 什麼樣的內容 然後我們都會把大家意見都聽下來 說不定我一集就是特別為你所設計的喔 好所以請記得訂閱我的官方YouTube頻道 然後我們下次見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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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請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인지คร